前商台主持攝非禮 渣團報兼療師署 另35歲女事主第一次報警的人 就是她 黃偉文做過商台節目主持 現在做逆經港師 事主上年應邀去她教紫薇倒數的課室 黃偉文看完八字之後說 事主無得生 兩天之後跟朋友再上去 還趁冬至帶了酒 期間黃偉文邊喝酒邊討論八字和生育 事主說小優當時拿羅家練習 黃偉文從後摸她上臂 跟雙手放在她腰上 落堂之後事主說起無得生的問題 黃偉文建議事主多給她一次八字 又叫事主起身給她團報看 事主感覺團報被人插了一下 無奈課室走幾個人 強調強調 是渣不是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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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不是摸摸摸 黃偉文批評事主不要生養 之後摸事主手 跟臂面繼續講生育的問題 虛唇等於陰唇 沒有理由不合的 表面好像好容易被人哄上床 但實際不怪 有性育做愛才有小孩生的 之後再叫事主站在身 團報又被人摸了一下 無奈課室走幾個人 黃偉文再叫事主站在身 事主就說黃偉文將手指伸入她的半截裙 由小腿向上摸 無奈課室走幾個人 陪事主來的女友人都聰明了 想撒走黃偉文 我這麼胖不用啦 團報這麼大 我一定好好生養的 不過都是被人摸了 事主就說自己團報被人插 摸了三次 但不知道黃偉文是否喝醉 一直都沒什麼反應 女友人就說見到黃偉文摸事主的團報 但見不到她伸手入事主的群 事主和阿媽男友商量之後報警 辯方就說 事主根本就不是黃偉文的學員 沒有給學費 當晚是不請自來 又質疑現場這麼多人 事主被人非禮 為何不當場大叫 事主認為沒有給學費 但強調是黃偉文邀請他來 黃偉文否認三項非禮罪 聆訊今日繼續